时报就直指这是全新变种病毒的潜在迹象 美国纽约一组研究人员去年1月针对废水中的新冠病毒做监测 发现了从未在确诊者身上出现过的病毒片段 具有独特突变而且过去一年持续在废水中出现 怪异的突变序列被科学家称为神秘谱系 至今源头不明 纽约时报直指这是全新变种病毒的潜在迹象 有科学家认为病毒来自于没有通过测去染疫的人 或感染病毒的动物 例如纽约庞大的老鼠群已经引发关注 而美国CDC公布最新数据 比起一剂疫苗都没打的人 接种两剂的染疫死亡率少了14倍 打三剂则大幅减少97倍 目前全球有至少十几款的喷皮式新外疫苗正在研发当中 部分进入了第三期临床测试 印度巴拉特生计研发的产品可能会率先问世 对喷皮式的效力科学家信心满满 纽约时报跟发文指出 喷皮式疫苗作为加强剂可能比注射是更好 因为能在鼻子嘴巴喉咙的黏膜表面 涂上长效抗体更能有效预防感染和传播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